幼兒園娃娃車 跟轎車在路口擦撞 有孩子被拋廢車外受重傷 女童頭部流血 一旁有老師先幫忙止血照顧 另一邊還有孩子受傷 看起來全都嚇壞了 受重傷的孩子有兩個 我來家幹活 你很厲害 救護車接連趕到現場救人 娃娃車上當時有11個孩子 兩個女童重傷 其他則是受到輕傷 家長接到通知 趕到醫院急診室 她是被重傷都被拋出來嗎 對 這是她 家長一臉焦急 孩子才兩歲 搭娃娃車放學 結果頭骨骨折 醫護把孩子推進交互病房 家長透露受傷的是妹妹 幸好哥哥今天沒上學躲過一劫 院方統計車上11個孩子 加上兩個大人通通受傷 她幾歲 她兩歲 都快三歲了 三歲 小班是不是 有 有班 車過18點在彰化竹堂香自強路上 11月21號下午4點多 娃娃車在路口跟轎車擦撞 兩車一共15個人全部送醫 現場兩台車交疊在一起 娃娃車撞上電桿 轎車則是從後方插進娃娃車 我們也是收到老師打電話通知說 娃娃車有出車禍這樣 對 她妹妹狀況怎麼這樣 她算... 算剛好坐在很後面沒有... 所以沒什麼外傷 院方表示孩子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臉部手術還需要再評估 警方調查兩邊駕駛都沒喝酒 至於娃娃車是否超載 家長以及警方都表示 一定會追究到底 TVBS新聞 陳志忠 廖文和許又翔 SNG小組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